回到懷疑全世界 我們繼續帶您來關心的是南韓 南韓的聯合參謀本部 在10月19號表示 朝鮮在當天的上午 大約是10點17分 朝東部的海域發射了一枚彈道飛彈 這個飛彈的射程 根據現在的了解說是450公里 軍方推測北韓試射的是一個 前射彈道飛彈 南韓的總統文在寅 在9月份的時候 在聯合國大會上才發表 這個終戰的宣言 北韓也釋出善意 10月份已經斷了聯絡的 這55天的兩韓的熱線恢復 所以現在這個北韓 北朝鮮的試射 這種武力示威 陳老師覺得這是一種 什麼樣的一個意義呢 期待大家關注 但是大家越來越不關注 唯一中擊的只有川普而已 真的跟金將軍見面 那是他最大的期待 甚至是三代最大的期待 要跟美國直接交涉 跳過南韓 跳過中國 跳過日本 直接跟美國直接交涉 直接跟美國對話 對 沒有錯 但是在現在又斷了 因為回到民主黨的拜登主張了 又是多邊主義 所以他想要得到的目的 在眼前看起來不太容易出現 當然他的目的 那個目的是為了南北朝鮮的統一 不是故意要設貨 無厘頭的開發核武 是為了南北韓要統一 而南北韓要統一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是美軍撤出朝鮮半島 所以非得跟美國談判 訂定和平條約 才有辦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 我這樣就講完了 所以重點是哪裡 但是重要的是朝鮮半島的內部 明年3月韓國就要改選總統 不管怎麼說 北朝鮮希望進步政權 就是親北韓的政權能夠持續 但是今天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包括南韓 日本 甚至中國 有沒有這樣想我不知道 但是美國方面 等到明年3月之後再處理 進步政權要連任的可能性 在今天看起來不是那麼大 但是韓國的選舉跟台灣一樣 一夕之間會變天的 所以現在大家在等待 但是北朝鮮很急 北朝鮮現在內部上很急 大家不理他不行 反正是美國 不急 以前 我還在日本的時候 1990年代末期 2000年的前十年 北朝鮮只要一發射飛彈 不管是什麼飛彈 日本股市一定大跌 對 在今天那一件事 包括日本在內 全世界都不太關心 只有他自己 甚至南韓的發表聲明都變晚了 北朝鮮自己說了 甚至要熱線不要熱線自己再說 要不要談判自己再說 所以也說某一個意義來說 北朝鮮的存在意義在今天 中國不斷地往海岸線推的情形底下 北朝鮮作為中國的先兵 先兵的意思就是馬前竹的意思 或者是卡 我們叫牌 叫牌的那個牌的作用越來越低下 而那個的改變是從川普跟北朝鮮直接對話 那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北韓的這個試射 對於南北韓之間的互信程度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這個他今年 這個試射 這個是我看了一下今年的第八次 第八次 那他這是從這個潛艦射 因為韓國前一陣也射了一下 也從他這個潛艦裡面也射了這個飛彈 所以我覺得兩邊就是你來我往 那不過射的太多以後 真的會邊際消用地檢 那現在就變成 以前他這個射的時候 而且他最近這種射的 看起來好像只是引人注意 並不是針對 真的要對美國對進行威脅 另外一個是在展現他的導彈 還有核子武器的有效性 可以射到哪裡 或者是他的實驗的階段 能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前面你射的 你射個上千公里的 然後你這個看起來是洲際彈道飛彈 美國會驚一下 那你日本會驚一下 那你現在射這種看起來的話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它是一種政治訊息的釋放而已 那這種政治訊息的釋放 我覺得現在在 剛剛陳教授講得很好 現在韓國現在馬上要 南韓現在要選舉了 那很多事情你 你很難在這段時間 你會看到韓國會有比較 決斷性的發展 大家都在等韓國選舉完了再說吧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朝鮮半島 這些獲得人家關注的 比如說不管是域內會域外的話 都不及台海的情勢 來到受到關注 那現在大家都聚焦在台海 那當然對台海並不好 對台灣也不好 太多注意力了 以前注意力不在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反而比較好一點 現在注意力都在我們這邊 其實對我們也不是好事 不過我想就是說 對於金正恩 我一直覺得他那個政權 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政權 為什麼是獨特 因為我覺得以他這種這麼年輕 就接掌一個這麼一個極權勢 中央極權 高度極權 然後高度以武力意識形態 來控制的一個政權的來講 我覺得他要鞏固他自己 在他的政府跟黨裡的地位 我覺得他要花很多時間 他也沒有很多的信心 那所以你會看到金正恩他 其實你光看他忽胖忽瘦 穿衣服這麼好 特立獨行 我覺得他還凸顯他個人的特色 吸引很多重要性 這個原因又反映出什麼 反映他比較缺乏安全感 他要安全感是不是外在的安全感 我覺得反而是內在的安全感 對於他自己的 對他在你不要說這種這種政權 常常你越極權的 可能就是一次政變 或者一次宮廷的一種內鬥 他可能就翻盤了 以前蒲正熙不就這樣嗎 蒲正熙的政權以前 當時也是鐵桶江山 結果被他自己的這個國安局長給當場 面對面把他避掉了 您提到這個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其實金正恩他在10月12號 他就表示說他特別是針對 美英澳所組成這個AUKUS的聯盟 那他有發表他的一個看法 他認為這個AUKUS會破壞 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跟和平 而且是違反了核武不擴散的這個規定 那AUKUS的成立對於這個中國大陸而言 還有甚至我們講說 對於北韓 北朝鮮來說的話 那會不會反而是AUKUS成立了 增進了中國大陸跟北朝鮮之間的這個合作 鄭老師您的觀察 AUKUS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澳洲的核武裝 澳洲的核武裝之後 再來必然是日本的核武裝 南韓的核武裝都會上一層 所以在今天北韓的核子武器 或你這邊說的核軍備競賽 越來越不被關注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本來是核不擴散嘛 大家協調下之後 各個大國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國 所以德國沒有核子武器 日本沒有核子武器 雖然日本有核子武器 狀況底下 隨時可以做 事實上在裡面嘛 不帶進來 那個非核三原則 非核三原則是不帶進來 然後不製造不使用 當然早就帶進來了 不過跳過那一件事 再來重要是台灣的核武裝與否 雖然我說的有點遠 但是整個東亞都核武裝之後 那核子問題不是變得就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環境的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特別是在AUKUS出現之後 這個雖然未必會成為事實 但是在可見的未來方向是這樣 所以回到我第一段所講的話 各位好好的想一下 傳統兵器越來越不重要 核子武器是沒有辦法用的 所以說戰戰者講到前面的話 台灣不用核武裝 帶進來就好了 日本也一樣 所以我進一步請教陳老師 你的觀察是說 您現在說這個傳統的軍事的對抗 其實已經不適於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年代 但是競爭上或下午上 或者是對於內政上是有用的 反而是那一部分 比如說中國的話 中國的軍防 北韓的話不能放棄軍備 或軍事的競賽 那個全部叫現代化 那跳躍式的就是說未來的這種 軍事的這種戰爭狀態的話 就現在中國做得到嘛 我看起來做得到嘛 所有的外太空的宇宙戰技 所有的實驗沒有失敗過 這個蘇聯也不是這樣 美國的發展過程也不是這樣 日本一直失敗 中國發射人造衛星 到外太空的所有的探索 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失敗過 這只能證明兩件事 第一 學習到先進國的所有的技術 特別是舊蘇聯 第二個 中國共產黨的人才真的很厲害 寧願相信是後者 你怎麼看 布老師 前期是怎麼樣 布老師怎麼看 那個北韓這個說法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在對我經濟制裁 其實越來越沒有正當性 因為我覺得 北韓真正的危機是他經濟 真的有很大的危機 他事實上有良荒 那如果不是中國幫他忙 他經濟早就爆發了 內部也有很大的壓力 那就是因為被制裁 那他的邏輯當然就是說 我是因為發展核武 你來制裁我 結果你去賣核動力潛艦給澳大利亞 這算什麼了 所以我覺得他主要的邏輯應該是這個 另外一邊是朝鮮半島 基本上是吃不飽的地方 跟台灣相反 台灣怎麼樣都吃得飽 一年南部有三貨 朝鮮半島超級可憐的 所以歷史上要說白色的朝鮮半島 沒有好的衣服穿 沒有好的東西吃 所以歷史的發展或者是民生部門 完全的不一樣 但是在今天完全的不顧民生部門 南朝鮮是因為被跟美國 日本合在一起 透過國際貿易得到今天 或者是經濟上的好處 另外安全上有美國的保護 才變成今天的南朝鮮 但是北朝鮮的話 老是要用前現代的手法 寡好 窮兵獨物的話 對自己的政權的維繫 完全沒有好處 我請大實簡單回答一個 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美方對於南北韓統一的態度 你覺得未來的態度會什麼 美國從來不贊成任何國家統一 不要製造你分裂就不錯了 對不對 他不但不贊成任何國家統一 他還製造同一個國家 可以分成兩塊 都由美國幹的 他怎麼會希望南北韓統一呢 陳老師也同意 我同意這是戰鬥史的基本 了解 好 那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們進一步就要來關心 剛剛有提到的這個中俄的艦隊 通過了日本的金清海峽這件事情 大家怎麼看 馬上回來 回到懷疑全世界 今天陳永峰老師來 一定要多問一下這個日本的一些局勢 我們先來看的是 這個日本禁國神社 那麼從10月17號開始兩天的秋季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 他雖然沒有親自參拜 但是他有供奉共品 但是這個舉動當然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岸田其實他創了一些紀錄 包括說他這個是100任 但是其實他算是最短命的格魁 因為他馬上就是要 如果沒有意外就是101任的這個日本的首相 還有就是從解散國會到重新大選 其實算很短的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他創了幾個紀錄 不過大家也會關注的就是 岸田對於中國大陸 還有未來對於台灣的這個 他的這個立場 陳老師你怎麼看 我先說岸田文雄是大概近二三十年來 日本的首相裡面 個人資質最好的 這一點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 經過不是完整的訓練 而是自己的腦袋 比前面的菅義偉 安倍晉三等人 都好太多 他念的是東京最好的高中 當然不是在說念最好的高中的頭腦有多好 而是別人在玩的時候他沒有在玩 確實能夠入書 確實願意算數學 而且全家幾乎都是東大法學部畢業 他考了三次沒有考上 那個沒考上是因為日本的考試制度 跟我們不太一樣 報名只能報一所學校 所以連續考 而且他沒有備胎 到了第三年才 慶應早稻田都考上 所以選了早稻田 前面兩年的話只考東大法學部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前面的包括他的爸爸 包括他的堂兄弟 全部 包括他的姐妹 姐妹嫁嫁的人 全部都是東大法學部的 他覺得他應該 而且因為在國中畢業 初中畢業之後 考高中的時候也考上了 東京最厲害的高中 那叫開城高校 所以只要名字唸出來 就知道腦袋的構造跟別人不太一樣 至少會算數學那件事 而且他小時候住過美國 他的爸爸是通產官僚 所以他覺得他應該當高級官僚的 小時候從幼稚園到小學三年級 在美國度過 所以他的興趣是下圍棋跟講英語 學英語 所以對英語沒有什麼抵抗感 或有一定的自信 我從他最近的發言 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是個軟硬兼具的 重要的 您要問的問題當然是 他對中國的態度是如何 表面上會具有協調能力 官僚型的外交官的處理的方法 是 他當過外務大臣 而且是戰後當過最久期間的 外務大臣的人 所以在跟中國的對應上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裡面會是硬的 所以這次也一樣 平常他沒有去過靖國神社 當然在以議員的身分 沒有去過靖國神社 但是現在當個首相 人當然沒有去 跟高市早苗等人不一樣 但是他當然有那個 他說他那個 奉獻 提供貢品 對 沒有錯 他說是依循前例的 但是這個已經是對他來說 非常突破的一件事 所以也就是說今天 各位觀眾也許不太知道 今天日本正在進行 國會議員的投票 從議員的改選 今天開始投票 昨天登記完畢 今天就開始投票 最後的開票日是31號 所以各位知道的那一個 投票日或投開票日是31號 錯 今天就在投票 從今天投到31號 但是投票率仍然還很低 日本的投票率 如果可以像台灣75%的話 自民黨早就倒了 他們多少 50%左右 特別年輕人不投票 年輕人的投票率非常非常的低 18歲可以開始投票 對 為什麼投票日常要10天啊 參議院更久了 所以他有不在籍投票 通信投票 提前投票 而且不需要理由 我今天沒有帶那個 宣傳海報給各位看 希望大家去投票 不用加速高雄 不用回到高雄 在這裡就可以投 東海大學的學生 在東海大學裡面就設投票所 所以不怕作弊 我們這裡是怕作弊 我們這裡的不在籍投票 是藍的也怕作弊 綠的也怕作弊 沒有意外他就是101任的首相 不會輸 沒有輸的可能性 但是是贏多少 或者是減少多少議席的問題 所以他仍然會是首相 但是今天的眾議院沒有議員 大家都回家去選舉了 要到31號才會出現誰當選 誰沒有當選這件事 對台灣呢 對台灣 不會變 但是重要的是 他提出來的 我剛才講過一次的 經濟安全保障 這是他的非傳統的安全保 安保的概念 所以不會只有軍事上的競爭 反而會透過其他的 甚至跟他最合得來一起執政的人 叫甘立敏 那是麻生派的人 在不久之前成立了 日本半導體復興委員會 那個人當了會長 然後最高顧問是麻生派人 跟安倍晉三 然後再來 在解散之前就出現的新聞 台積電到日本 跟Toyota跟Sony 事實上的Toyota 連售中文叫什麼 電樁 日本電樁是世界上 第二大的汽車的零件廠 但是是Toyota的子公司 豐田汽車的子公司 所以事實上是日本最大的公司 豐田還有最大的電子產品的公司 Sony 而且是Sony提供了廠房在雄本 那是本來的Sony的舊的廠房 直接透過政府的補助 希望他今天去共同市場 這個已經實現了 這要做什麼 半導體 但是是車用型 還有那個Sense 不是太高階的東西 我知道 但是重點是那個 甘利民那個自民黨的幹事長 曾經在當議員之前 在Sony上過班 所以那個力量是非常強的 但是剛好現在日本正在選舉嘛 一般的反對黨 或者是一般的國民 有投票權的人 提出異議啊 為什麼可以把國民的稅金 給外國企業 或者是特定的本國企業 但是岸田文雄的說明是 沒有半導體 沒有國家安全 我對台灣的觀眾 現在比較關心說 日本對台灣加入CPTPP的態度 支持 但是就是必須要先解決這個 核實進口的問題 這個慢慢的已經變成是兩件事了 那是台灣自己要處理 蔡英文政權處理得太慢 或者是沒有決斷力 理論上是更早的階段 就應該處理完了 而且今天311那件事情 已經過了10年嘛 已經超過10年 馬上就要滿11年了 沒有必要再拖 這是政治的問題 就要正式解決 但是 那個岸田文雄 我看他之前的時候 其實他對於這個日本的防衛安全 其實他很在意 而且他非常的重視 防衛大臣 所以就要講到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中俄有10艘這個艦隊 那穿越了金清海峽 金清海峽這邊是北海道 如果你看整個日本的地圖來講的話 這個是在北海道跟本州 中間的那一條海峽 對 而且非常窄 當初是因為在冷戰時期 這個讓美軍的艦隊 能夠運到這個運核子武器 所以就把這個原本 規定是12海里的 就變成3海里 中間變成 公海 讓它變成是一個公海 所以它通過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疑慮的 對 我想先問一下大使 你怎麼看 因為這件事情 雖然說它經過的是公海 不過對於日本來講 日本其實這個反應滿大的 那就是給日本一點顏色看看 日本跟著美國到處要舞揚威 對不對 跟著美國貼得太近 而且日本本國國內的這個輿論 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對中國大陸 有這麼多意見 所以中國大陸一定是就要借這個機會 給日本人顏色看看 我覺得它不會是第一次 將來搞不好還會再有 再接二連三的 而且現在中國大陸的海軍 是走向南海的 那麼如果說一定在第一島鏈活動的話 真的是太小了 前一陣子已經到阿拉斯加附近水域去了 對 因為你055大區就12000噸 這麼大的船 出去都是三五艘一起出去的話 那老師在這個內陸周圍 這些內陸海裡面轉轉轉 那也不是我想要造這麼大船的這個目的 所以我覺得清津海峽 你是公海的話我就要走一下 那其他一定要看起來有島鏈 可是這個島鏈中間很多水道都是公海 不過根據這個 中國的船艦要走向太平洋 要走向這個北太平洋 中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話 這些通道將來是一定都是很 都是要打通的 遲早的事 這象徵性的意義是很大的 那根據這個日本防衛省 他們是說這是日本首度發現 說中俄的軍艦同時穿越這個京津海峽 郭老師您怎麼觀察就是說 它這個是第一次 但是有了第一次可能以後就會有 以前俄羅斯有經過 對啊 那是中國第一次 那它第一次跟俄羅斯一起來 那下次搞不好中國自己來了 那那個就更敏感了 因為日本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比較曖昧嘛 比較矛盾嘛 那跟俄羅斯 它基本上還是把俄羅斯當作一個強權嘛 所以它等於就是要重新去界定 它跟中國的關係啦 我講的是軍事上 對 不過就日本現在也在防俄羅斯 就是有關於它的領土問題 陳老師怎麼看就是有關於這個四國的 那傳統的敵國啊 日本跟俄羅斯有過122戰爭 1904到1904的事情 那個俄羅斯人永遠不會忘記 你覺得它的後續會怎麼處理 現在還是要後來 會是場性的進去 不過因為沒有時間了 跟各位報告一下 中國跟俄羅斯人軍都太多了 繼續繞下去對中國跟俄羅斯也比較好 但是中國 雖然俄羅斯不是要出海 對中國是要出海 中國出來必然的客人 謝謝